Hello,央视新闻的网友,晚上好,我是马瑟,来自美国,一个名字叫Chris 然后我在北京生活了已经八年,现在在美国华盛顿 我今天还挺荣幸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过去一个月的经历 我从二月初飞回美国,然后现在在这边已经隔离了一段时间 也是拍了很多视频,因为我是一个视频博主 在微博,bilibili,各个平台都会发布跟英文学习 还有跟文化差异相关的内容 然后其实从一月底这个疫情爆发之后 我就有很多特别难的决定 因为我比较频繁的非美国,我爸爸在这边,妈妈在这边 然后爸的身体比较弱现在 所以因为本来是三月份打算回国,这边给他过生日 然后美国开始宣布停飞 然后有这个禁令就禁止很多非公民进来 就觉得是一个挺尴尬的情况 然后就做出了一个比较难的决定 我就跟我老婆北京人买了机票 然后2月2号是禁令的第一天飞到美国 然后本来是一个挺奇怪的情况 因为很多人都说第一是美国华盛顿的这个机场 Dulles Airport,杜鲁斯国际机场是不允许来自中国的航班进来 然后可能就会被先调到别的地方去接受检查 然后也许会隔离一段时间,反正都会去测体温等等等等 然后后来机长也不知道我们会到哪 所以上了飞机 我就有点紧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但是那天稍微早一点 到机场的时候很多人都跟我们说 我老婆可能没法坐飞机 因为他们刚收到通知是美国这边的TSA 就是旅行旅游这个安全部 然后疾控中心就不允许任何非公民飞到美国 所以这就成了一个特别尴尬的情况 我给美国大使馆打了个电话 然后他们也不清楚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虽然我在网上了解到的 然后本来是之前问的是应该没问题 拿着解控证什么的应该是可以坐飞机的 反正那边等了很长时间知道是很多别的非公民 不持绿卡的中国游客 乘客都被拦下来 本来是过得安紧 就被叫回来 就没法坐飞机 反正让我们过去 我们坐了飞机 我还挺开心的是 所有人都戴着口罩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虽然那个时候在很多地方都已经脱销了 在北京至少是除了某些小地方 哪个N95的口罩能买到有点贵 但是别的地方基本上都买不到了 然后衣料口罩也是完全没有的 医用的口罩完全没有了 那坐了飞机之后 我旁边的人其实一直在咳嗽打喷嚏 然后我跟我老婆都挺尴尬的 就是有点紧张 然后提前大概15分钟就跟我们说 我们落地之前可能会有一些CDC 这个疾控中心的一些人上飞机 要给这个小孩测体温 然后要去看他什么情况 然后落了一地之后就等了一段时间 然后发现上飞机的人 有的没戴口罩 有的就感觉挺随便的 反正上了飞机给他测了体温 说好像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们下了飞机 到了海关这个地方 这个都是比较尴尬的 是完全没有任何会出中文的工作人员 所以我自己也是帮几个人去做了翻译 然后到我们那个时候 那个海关的那个人员 就很热情 反正我作为公民 反正一般就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但是他们也是表示 因为这个金令是刚刚开始 我们是六点半落的地 然后六点刚开始 所以很多人其实不是特别清楚 应该怎么去处理 应该让哪些人去接受检查 或者去可能自我隔离什么的 本来是跟我说会给我们一些信息的一些表 比如说要关注到什么样的症状 然后要什么样的情况下去找医生 然后自我隔离这些事情都会大概怎么处理 可能还是要听个合同 但是其实我到前面之后 这个哥们就问我 去过武汉吗 没有 去过湖北吗 没有 行 那就欢迎回国 然后我媳妇也是很顺利的过去了 我就觉得 失望 我觉得是最最准确的一个词 因为看了这么多新闻 很多人都一直在跟我说会发生什么 然后会采取这么严格的一些措施 美国现在就很重视这个病情 这个疫情 然后到了美国发现什么都没有发生 然后其实我觉得挺烦的一件事 也是有的人乘客 主要是美国人 我觉得中国人因为有口罩的这个文化 所以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很多美国人一下飞机就把口罩给摘了 就感觉 走到了美国就没有这些病毒了 所以反正我就赶紧跟老婆去取了行李 然后我们订的酒店 因为我爸现在年纪比较大 他今年要过93岁的生日 所以虽然我觉得我们俩是完全没问题 我们一直在尽我们所能去就避免跟任何可能有这个病毒的人接触 也是在勤洗手打噴嚏的时候也都会这样无口鼻 但是因此我们就决定要住酒店 也跟酒店前台那边说了 我们是跟从中国回来的 我们可能就不需要保洁进去打扫卫生什么的 我们自己都可以处理 在那边住了两个星期 然后在此期间 我天天都是在关注到这整个的事情都发展的怎么样 我大部分朋友同事我岳父岳母也都在北京嘛 所以也必须得关心这事 然后也看我们外言会的很多同事朋友也都是在努力做一些贡献嘛 盖友斯也安排了送就是把很多口罩寄到湖北这边 然后最近我们的小辈也是做了一个跟安心户相关的 就卷了一些安心户 那我也想做一些贡献 那我就联系到了我们的叶顿 范叶顿是我们外言会的CEO 他也帮我联系到了前线的医生 这个我等了很长时间 就是觉得因为我这边看到的很多美国网友就开始恐慌了 因为现在就今年是大选嘛 很多报道都跟大选相关的 所以疫情的coronavirus 大家只知道中国有新冠肺炎 然后每天新增的有多少多少 但是别的信息完全不了解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可以做出一点点贡献的一个方面 所以我有幸联系到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感染科主任工作者医生 然后他抽了一段时间跟我聊这个病情 这个疫情在武汉怎么样了 然后他帮我们辟谣了一下 因为在网上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也都会有很多谣言 很多人也不是特别了解 因为这毕竟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病毒 所以他也帮我们解答了很多西方网友的一些疑惑 就聊到了口罩是不是有必要 然后我们封城就是观国境是不是有必要 然后这个效率会怎么样会导致什么 然后就说到这个就无口鼻 所以这些我觉得不管在哪就必须得这么做 就是亲洗手也是很多人也都在说到 美国这边这个流感比较严重嘛 所以我们就觉得可以分享一些信息 可能稍微科普一下 然后我还挺开心的 就是西方网友这边就比较开心 就是跟我说了很多反馈都是比较正面的 因为就不知道有时候可能是互相不太信任 但是我看西方网友看到一个专家 去跟我们分享这些信息 科普一下一些知识 大家还是比较愿意接受这些 所以这个是我还是非常荣幸 也很满意能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此期间我们的隔离 完全没有任何人跟我联系 我在网上我们Reddit就是美国比较大的一个贴吧 我看到很多人也同样的一个经历 可能是到了自己的国家城市 在美国说是要非常严格的检查 然后都没有做什么 什么都没有发生 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挺尴尬的事情 在网上在新闻里边看到的很多都是 这个是直播 好像有人觉得这是录播 这是直播 我在这儿 现在是美国时间上午9点44 反正就是就没人管嘛 我就一直在等 我在网上能看到任何信息 有人被联系 有人接到了电话 要去自我隔离或者保护自己 然后我看到美国这班 就是毫无准备的 大家都根本没有在做任何事情 我跟我妈妈联系 让她去一些便利店药房 超市 看能不能买到一些口罩什么的 我发现 也可能就是华盛顿这班 也是华盛朋友比较多 口罩是完全脱销了 但是我在大街上 根本看不到任何人戴口罩 除了一些华人 所以口罩这件事情 我觉得现在因为很多人都 开始关注到这事 因为现在在全球各地都开始爆发了 这个就立马改变了 新闻广播都在讨论什么 然后网上的各种消息 就是感觉变得越来越多 越来越密集 我现在手机 就不管是来自国内的新闻 还是美国这班的 或者别的语言的 就是我都会接到都在看 然后明显应该是过去四天的时间 消息变得越来越多了 所以很多人真的是开始关注到这事 不过在美国这班 第一是口罩基本上买不到了 第二是 昨天我去超市的时候 我就看到没有免洗机就业了 这个东西是 就感觉重新经历了 我前一段时间在北京所看到的 所以这班很多人 也是开始关注到这事 但是可能因为我们这班供应 工厂什么的 很多其实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所以这班的供应 也是开始出现一些小问题 当然这个疫情在这 目前来看是完全没有发展到一个像 国内的情况 但是有的人开始关注到这事 想去保护自己 很多东西是买不到的 昨天我看到超市的大米 也是基本上卖完了 我就觉得是一件特别不可思议的事 我从来没经历过 所以是挺奇怪的 有一些在加州的朋友也是在给我发消息 因为我是在华人顿生活的 华人顿DC就是首都 但是我在加州山的大学 很多大学同学跟我联系 说他们也是在关注到这事 然后也听到在北加州 在旧金山附近 然后在洛杉矶 圣底牙哥这些城市都开始有一些 病例出现了 然后这边比较令人有点费解的一件事 也是我们美国的疾控中心 还有可能就是很多政策是 除非是有重症 重症状才会去测 否则就根本不要去用这些试剂 而且最初好像CDC 我们美国疾控中心准备的很多试剂 都是出现问题了 好像结果不是特别靠谱 所以我看很多人在 就慢慢开始换自己的观点 就是说美国这边处理的非常好 最后发现其实什么都没做 然后我们这边如果是真的爆发了的话 我们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这个情况是有一点点尴尬的 然后很多人也是开始夸别的国家 包括中国在最开始能够去比较有效的控制 或者至少是减少到别的地方 别的城市 别的省或者别的国家的传播 当然这个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 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的一些专家 说成一个不可避免的 就不是一个灾难 但是就是这绝对会传播到全球各地 所以我觉得反正现在大家能做的也就是 继续勤洗手 如果出门的话 那就可以尽少跟别人接触 这边很多什么教堂啊 很多这些大规模的活动 平时如果有人与人之间的比较多的接触 很多人就开始不握手了 我昨天听我妈说她去看了医生 然后很多医生也就这样 就感觉跟兄弟一样 就说Hey how are you 就是这个开始提升一下这个意识 但是因为美国就没有这个习惯 口罩的习惯 我觉得接下来一段时间 就会有点点尴尬 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还有网友问这个口罩的事吗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口罩文化 所以也是出现了一些事件 就是在纽约 还有在其实德国 我知道很多国家也都出现了英国 因为戴口罩 所以被打 我觉得反正也确实是真的 我老婆的一个朋友的朋友 也就是在纽约生活的华人 最近好像是出肯德 走出肯德基的时候 被一个路人打了 也就是骂了他 说什么病毒写脏话 然后就跑了 这样的事情也是开始慢慢发生 因为也就是说 很多人对口罩不是特别了解 我们在美国 如果看到有人在戴口罩 要么就是医生或者护士 医护人员当时去看病人的时候会戴的 要么就是病人 自己会去戴的 所以我们就完全没有这个反护的意识 很多人都会觉得就不会想到你是在为别人着想 就是我在视频里边也是说了 有一些人也反馈说 也是觉得之前不知道没想到 但是我觉得与此同时 很多这个无知 或者就是恐慌 种族歧视 我觉得 也是挺可惜的 我觉得 虽然不是在各个城市 各个地方都在发生 但是 听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会觉得挺失望 因为我们其实是隔离期间 刚隔离完了 下楼其实我跟我老婆都戴着口罩 然后也是听到一个应该是 反正我不知道是工作人员 还是这边反正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个人 看到我们就说 就是哎呦糟了 就是坏了 就觉得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 因为看到有人戴口罩 他们就会觉得 哦 这是什么意思 这 为什么会戴口罩呢 所以很多人其实也就是非常不了解 我也跟很多朋友都说了 然后很多朋友其实也是 尽量出去买口罩了 口罩了 但是 也说了嘛 就现在 除了一些地方有 基本上都脱销了 so 我觉得这个 在美国如果爆发的话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完全没准备好 呃 算上大家也看就每年流感其实在全世界都 都会感染很多人嘛 然后很多人也是不太了解流感和新冠肺炎之间的区别在哪儿 也不会考虑到这个传染性 或者就不会考虑到这个死亡率嘛 这个病死率 so 在网上就在网上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误解各种各样的不时的消息 这个是我最近也是在跟我合伙人Danny 还有跟万云会的其他的同事 试着去帮助大家了解到正式情况正式消息是什么样的 通过拍视频去采访共主任 或者自己在一些贴吧上去分享自己的经历 去说一下我们自己所了解到的作为一些在生活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外国人 我觉得虽然也不是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是谁 但是至少愿意听我们说话的可能会因为我们小小的力量去改变自己的看法 这还是希望可以做的 然后其实就回到隔离期间我们都做了什么 其实是我们反正过了海关坐的出资车 出资车师傅 其实看到我们戴口罩还挺关心 就问中国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然后反正把我们送到酒店 那边入住之后我妈妈来给我们送各种东西 比如说免洗洗手液 然后她已经有的这些口罩 这些手套 虽然手套也没用上 我们基本上两个星期就没出酒店 所以每天也挺贵的 因为本来华盛顿这边酒店非常贵 所以想找一个可以继续工作的地方 但是与此同时也没有厨房 所以只能让我妈妈有时候就给我送一些菜 或者我们只能点一些外卖 然后外卖在美国就会贵很多 因为要加各种小费 然后给我们送过来也是加大概四五刀 四五美元 所以这期间我们感觉就开始就坐不住了 就天天在看新闻 天天看到美国新闻几乎没有什么报道 然后晚上的很多新闻消息 西方网友不太了解情况 渴望这些知识 所以这个就是我跟华盛顿联系 说我们想跟一个前线的医生去拍这么一个视频 但是那两个星期我基本上只是拍了一些视频 也拍了一个隔离相关的Vlog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些所有的故事 我们就回国都经历了什么 然后主要就是天天看新门 刷新门 各种渠道的消息我都看了 因为这个我觉得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会彻底改变我们人生的一件事情 不一定是很坏的一件事 就是将来可能我们看现在很多人都是在家里干活 家里上班 这个也是一个可能会改变我们接下来一年两年就不用说 十年二十年的工作模式或者这个对我们的影响会有多大 很多美国人很多西方人也就是在开始问这些问题 然后我看现在新闻很多人也是开始考虑到如果像中国一样就去停学 很多这些家长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因为好像很多公司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去让人在家里工作 因为刚说的嘛 我觉得美国在这个方面是没有这个意识 所以我是希望在外边走路 在外边所看到的这个人数会减少 但是除了一些地方像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史家庄就Rockville的一个小城市 那边华人特别多我去华人超市或者去一些中餐厅就开始看到很多人戴口罩 然后可能周围因为那边有很多人有中国的朋友 所以这些美国人白人黑人什么的都会开始有这个意识 但如果没有早期就是三个星期之前 买口罩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是根本买不到的 我也看到很多新闻说 现在我们美国供应仅缺好像是两亿七千万个口罩 那我也不知道这能怎么处理 因为我们这边工厂肯定是生产量完全得不到这数 所以 这是挺尴尬的一个情况 我也看到很多在国内的朋友 在北京的朋友 我和Oran Denny在跟我说 你看现在新增 在北京有多少多少 就是现在很多省 每天的新增其实可能也都已经回到零了 我也挺开心的 然后就看这边 好像是全球的新增已经超过国内的新增 那这就是对在国外的朋友 可能就会造成一个就比较尴尬的情况 而且也还听说有一个新的病例从伊朗飞到中国 那就是离开了中国 到了别的国家 然后又回去了